國寶級火車頭 千人搶搭 海鐵特別修復國寶級火車頭慶祝鐵路節 除了花蓮站派出高齡84歲的蒸汽火車頭LDK59載客 彰化站也派出78歲的蒸汽火車頭CK124 雖然只有車頭沒掛車廂 仍吸引民眾搶拍 台鐵花蓮紀錄段靠著六位老師傅 利用工餘時間保養蒸汽火車頭 終於讓爺爺級的LDK59蒸汽火車頭動起來 LDK是1930年保存得很好 而且後面所掛的這個車廂都是給小吃的快目 而且我們有一個臥腹車 世界僅存的霧道的這個車廂 還是會顯露出它的清香 花蓮運務段段長表示 火車頭已高齡84歲 而且還能動 掛上四節車廂可搭載176人 我們希望說最多就開六趟 也不能說開太多趟 成績老火車是載鬼時代0.76的這幾火車 大概是群神唯一的活的文物 希望說透過這個LDK59 能夠喚起過去的這個美好的回憶 動新聞報導 我們下載到